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题语 北京时间9月12日 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回到了老家湛江市麻张镇麦河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已经开学 全红蝉老家门口仍然聚集不少人 在全红蝉回来之后 许多人围着全红蝉老家院子拍照和拍摄视频 全红蝉奥运会夺得双金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麦河村的打卡高潮也已经过去 此前最热闹的时候 一天有上万人来到麦河村打卡 许多家长开车带着孩子来到这里 希望孩子学习全红蝉的艰苦奋斗精神 如今暑假过去了 这股热潮下去了 但是全红蝉老家门口仍然有一些摊位 平日里还是有一些人过来打卡 不过,人群少了 不至于对全红蝉回家造成影响 全红蝉乘坐的商务车来到了老家院子外 全红蝉老爸全文貌首先下来 并且将行李箱拎下车 显然他是特意去接全红蝉了 全红蝉带着马龙给他买的那顶帽子 穿着休闲服 他终于不用营业了 这段时间他参加了太多的活动 现在可以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了 全红蝉坐着当地政府的公务车 回到了家中 没有鞭炮齐名 锣鼓喧天的场面 也没有鲜花 就是简简单单回烫家 全红蝉一身休闲装 还戴着马龙买的帽子 看起来是相当喜欢 爸爸一身红衣出门迎接 哥哥还穿着拖鞋就出来了 松弛敢拉满 全爸下车后 有亲人接过行李 全红蝉下车后 也有亲人将围观的人群隔开 护送他进了院子 而全红蝉一进家门口 就直接走到爷爷奶奶跟前 先跟站着的爷爷拥抱 爷爷笑得合不拢嘴 哥哥和姐姐也在一旁陪着 接着又蹲下来 跟坐着的奶奶拥抱 还递给了奶奶一打钱 连封条都没有撕开 一看就是献取的心钱 有网友猜测 数值大约是一万元 而且 全红蝉还很有耐心地坐着 陪爷爷奶奶聊天 特别值得夸奖 要知道 不少年轻人都耐不住性子陪老人 从全红蝉和爷爷奶奶的相处中 能看到祖孙的感情直白又真挚 尽管有两年没有回家了 但相处起来没有一点陌生 之前 全红蝉哥哥称妹妹十分孝顺 经常会给家里打生活费 也会给爷爷奶奶寄吃的喝的 这也说明即使没有见面 也不能够阻断家人的爱 不少网友看到全红蝉对爷爷奶奶的举动 表示很感动 认为他既有孝心又懂事 全红蝉的懂事和孝顺 并不是成名后才有的 而是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初心不改 至于有网友拿自己和17岁的全红蝉对比 为此感到惭愧 其实也没有必要 17岁的全红蝉有能给金钱的能力 土通的大家也可以从其他地方孝顺老人 不争高低 除了陪伴老人外 全红蝉跟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处得也相当好 放下行李后就骑着电动车 溜到了自家古园吃白窃机 之后又载着他们回家 自由又畅快 而仔细注意全红蝉的造型 会发现他这一套没有做任何调整 在城里和乡下都是一个打扮 低调又俏皮 跟其他奥运冠军荣归故里的高调比起来 有网友觉得全红蝉回家太低调了 质疑为什么没有欢迎仪式 其实这对全红蝉是一种保护 自从奥运会开幕起 全红蝉家就成了各路人群的打卡点 适当的低调才会让全红蝉轻松待在家 另外 全红蝉家人赶在他回家前一天 给房间安装了空调也十分贴心 希望网友们理智看待全红蝉一家的生活环境 不要带着放大镜审判家人的行为举止 尊老爱幼是中国民族传统美德 全红蝉孝顺老人 值得点赞 家庭和睦也说明家风好 希望看热闹的网友 能给全红蝉一个休息的空间 让他在家安安静静过节 不要过度打扰 全红蝉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 奥运会夺冠之后 麦合村变得非常热闹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来 此外 全红蝉在北京广东参加了许多活动 此外还访问香港澳门了 现在他终于有空闲回家团聚了 相对而言 全红蝉是比较晚回家团聚的奥运冠军了 对于全红蝉一家来说 这一天无疑是喜庆的日子 全红蝉的哥哥全静华在一边 看着妹妹和爷爷奶奶拥抱 笑得很开心 妹妹回来了 全静华也该大显身手 展现自己的厨艺了 他去巴黎观看了全红蝉的跳水比赛 在妹妹夺冠之后 他激动地流下眼泪 并且表示要回家给妹妹做好吃的 包括做白切鸡吃 全红蝉在假期期间已经长胖了一些 被陈若林说小脸圆了不少 看来 回家一段时间产宝吃家乡美食 恐怕没有机会减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回家也只是短暂的团聚 奥运会后全红蝉有一个短暂的假期 很快他又要开始训练 投入到全运会的备战中 毕竟想要一直站在领奖台最高点 没有刻苦训练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站成神的全红蝉在法国巴黎奥运会 再次让世界见识了什么是水花消失数 他以425.60分的高分拿下奥运冠军 以17岁的年纪超越浮明霞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从初出茅庐到天才少女 全网为之沸腾 不过成功总是伴随着质疑声 只不过这次质疑的不是全红蝉本人 而是他的亲哥哥 前两天有网友发现全红蝉的哥哥全静华 竟然搞起了直播带货 奥运冠军的哥哥搞直播带货 这分明就是在消费全红蝉的名气 一些网友接受不了 跑到全静华的视频下方破口大骂 果真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啊 你这不是在蹭妹妹的光环吗 全红蝉又跟你这样的哥哥 真够倒霉的 还有些网友想到全静华跑到巴黎看全红蝉比赛 瞬间化身董王为妹妹加油是假 蹭流量才是真 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义愤填膺 仿佛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然而真实情况是什么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 全静华的果书店已成立近三年 并非妹妹拿下奥运冠军后才开始创业 以前家里条件艰苦 全靠全父一个人种植果书维持生计 为了替父母分担生活压力 全静华早早就辍了学 外出打工 他学的是厨师 所赚的钱大多数都寄回了家里 后来得知母亲身体不好 全静华当即辞职回家 一是为了方便照顾母亲 二是惦记着家里的五六亩果地 水果一直卖不出去 再这样下去 只能烂在地里 当地大多数农民 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不知道怎么宣传 在家上村子里种水果的人多 行情波动大 很多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 也赚不到几个钱 全静华看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直想找个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他想帮助父母 让家里的条件好起来 也想要帮助乡亲们 有心录此大家一起劳动致富 机缘巧合下 他踩到了互联网的东风 在助农赛道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跟其他只盯着 用金高产品的网红不同 全静华选择的是 几乎没什么利润的三农产品 在全静华的视频中 只有一次提到了自己的妹妹 还是为了送妹妹比赛 大多时间都是在推销水果 粉丝也是陆陆续续 被动增长上来的 有人问全静华怎么不发妹妹 他说他是我妹妹 不是我挣钱的工具 四年多来 他除了自己带货 还帮当地父老乡亲 卖掉了三百多万斤农特产品 去巴黎也只是单纯地 想要为妹妹加油喝彩 见证妹妹的荣耀 换言之 如果他是真的想蹭妹妹热度 早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就蹭了 何必等到现在 再者 哥哥来看妹妹比赛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难道因为他是直播带伙博主 就要与妹妹断绝联系 退一万步 别说他没有蹭妹妹热度 就算是真蹭了又怎么了 借助家人的成就让自己迅速成长 而后让这个家越来越强大 这怎么了 难道只因妹妹是奥运冠军 哥哥就不能深耕自媒体 当三龙主播了吗 关于蹭热度这件事 全红蝉可以 全红蝉父母可以 网友不可以 有时候吧 我是真的无法理解这群网友 真要是闲着无聊 不如去村口把大份挑了 而不是在网上抨击奥运冠军的哥哥 现在有多少明星演员 拿着天价片酬 还跨界跑到直播行业 分一杯羹 结果到了奥运冠军哥哥这里 就是不行 你带货你就是惜妹妹的血 难道非要让全红蝉的家人 继续过着低饱生活 这群人才能满意 其实这不是全红蝉 第一次被喷子们光顾的 从崭露头角 如今所向披靡 这几年他和他的家人 多次被网爆 先是全红蝉的父亲 因为卖菜时抽了几根烟 被骂家里穷的揭不开锅 竟然抽得起烟 除了躺着稀女儿还会干啥 后面是全红蝉 接了个服装代言 结果却被喷太丑 而冲上了热搜 在热搜上 足足被挂了近八小时 相关话题 直接刷爆了两一月读量 再后来是全红蝉的哥哥 因为开了台红旗 被网友们追着骂开豪车炫富 淳朴之风消散 巴黎奥运会上 全红蝉公开说过这样一段话 宁可赢了在热搜上挂一小时 也不想输了在热搜上挂一天 这是因为他明白 如今自己成绩耀眼的情况下 很多喷子都还在拿着 放大镜审判她 如果以后不再是冠军了呢 这帮人更不会放过自己 哪怕是圣人 也经不住放大镜的审判 更何况是一个还未成年的女孩啊 在当下的互联网社会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只要你说你是好人 大家就会要求你当圣人 在我看来 这些人其实不是闲 而是纯纯的坏 看到农村出身的贫苦人家 出了一个天才之子 圣母心泛滥的他们一个劲居高临下的关怀 可真当人家做出成绩了 靠着自己的努力 全家都因此有个光明的未来了 这群坏种却又开始愤愤不平了 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诋毁 说白了 这些网友黑得不是全红蝉们 而是极度他们原本一无所有 还不辱自己 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命运 过上美好生活 讲真的 这些人的夸赞和歌颂毫无价值 也不值钱 你说你是好人 他们非得让你当圣人 但这些人没有想过 冠军在成为冠军之前 也只是普通人 科学家在成为科学家之前 也只是普通人 天下所有普通人 都有一个质朴的心愿 好好努力 让自己和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道德的归道德 让回报的归回报 只有当我们形成一种 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风气 才能唤醒人们 内心深处 对勤勉的尊崇与敬畏 如此一来 我们的社会 一定会越来越和谐 我们的国家 也能越来越繁荣昌盛